檢驗完之後 它還要再貼標籤 那貼完標籤之後 還必須要再 利用一些時間 需要再運送到這個地方 所以 我想至少還要 至少要3 4天以上吧 我們知道 要 醫護人員第一線也在做調查 大概3 4成左右啦 所以並沒有外界說 拒打或緩打的這個現象 想請教一下莊副 就是疫苗完成封肩檢驗到 配送到各個地方開打中間 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 最短的話 他是這樣子 就是檢驗完之後 他還要再貼標籤 那貼完標籤之後 還必須要再 利用一些時間 需要再運送到各個地方 所以 我想至少還要 至少要3 4天以上吧 對 需要 我剛剛講的過程 讓這個一切都能夠 能夠 就緒 所以 這個部分 可能 但是 最後 最後 最後要開打的時間 可能還要再 有一些 可能 可能要 要指揮官這邊 來做最後的一個宣布 如果說指揮中心在未來 AZ疫苗開打之後 發現醫護人員 拒絕施打AZ疫苗的比率 還是比較高的 那想要問一下說 我們現在 有沒有規劃 如何去提高 接種意願 那是否有考慮 外界所建議的 由總統帶領 帶頭來接種 這樣子 目前就是 我們知道 要 醫護人員 第一線 也在做 做調查 大概3 4成左右 所以 並沒有 外界說 拒打 或緩打的這個現象 那如果有 類似這樣的狀態的話 那 我們的這個 指揮官 跟行政院長 目前也都 有說如果 如果有人 有緩打的話 他們就會出來打 那這都是一個 我們已經都 確定的一個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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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